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港曼咬借邦 剛才第一節講了火鳳寮園的20周年原稿展 接下來也要跟大家介紹另一個展 在格子的Studio舉行Jad Lee的畫展 應該讀Elly吧? 應該是 應該是讀Elly 就是他畫展的題目 大家現在看到左上角這本畫集 已經是Jad Lee的Illustration Volume 5 這本是Volume 5 Plus 大家未必會非常認識Jad Lee Jad Lee之前比較容易接觸到的 其實就是漫畫舞蹈狂之師的方面 就是他幫Felix去處理 其實他之前跟Felix一起都在二馬那邊做過動畫 小飛鱷 忍者龜那些都有幫忙做到的 然後可能他會做很多不同的modern art的東西 如果看回簡介的話 其實他幫很多不同的品牌 可能都做過一些美術的設計 說到一些品牌 例如Felix雞毛 Pandora 周生生 他都會幫他們做一些商業上的modern art 再聽回他們說 其實原來他們之前就是有一個市集 Jad Lee就在那裡擺他的市集 可能都是賣一下畫 賣一下Postcard 然後就因為他們可能發現到有一位 他們覺得實力都很高的畫家 但是就沒有一個給他們這樣出展的機會 所以就連結了肥佬 就跟他去搞了這一本Volume 5 Plus 因為如果你在之前他的市集 應該是買到Volume 5的 這本Volume 5 Plus 他是加多了畫作下去 然後跟肥佬他們連結了之後 就搞了這次的畫展 Jad Lee這個畫展是以他擅長畫的女性的一些水彩 或者是有一點水蜜蜂 但其實都是水彩來的 去做的一些女性的圖畫 或者是他會畫一些比較西巴巴克風格的女體 都是機系女體 而他整個展的話 大家會看到的應該有超過 因為他還會畫花的 雖然其中有一部份全部都是一朵朵朵花 這本畫集其實有一個手繪版的版本 版本封面是每一個獨立就是畫一個女角 背後就會畫一朵朵朵 而女角戴的耳環的顏色 同朵朵朵就會配合同一種顏色來做處理 畫展裡面應該有超過一百張畫 如果你逐朵逐朵朵花計一張的話 有超過一百張畫可以給大家看到 在裡面可以看到Jack他落水彩的那個工藝 那個手藝 然後你也會看到的是他很擅長 只是用很少部份的絡色就可以做到一個人物的輪廓出來 你看回現在圖畫 右下角那兩張 兩套Postcard 你就會看到剛才阿珍妮所說的那件事 他其實用了很少顏色 你看到每一張 可能藍色那張 你仔細看其實是很少顏色的 就是他很多都是用淺黑色的 淺黑色的輪廓出來 然後在中間填了幾隻不同深淺的藍色 帶出來的效果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是啊 我自己看這個畫展是覺得很滿足的 再加上因為格子那邊的空間都足夠 所以去看的時候都不會說很逼勁 是看得很享受的 它裡面有分了兩邊 一邊就會是一些普通 大家右上角看到一個普通的女仔 可能會有不同的表情 這個是其中畫集裡面其中一部分 是連續有十幾張 是以一些正在哭的女仔作為一個主題 那我自己覺得阿Jack在畫哭的表情那裡 掌握得不錯 你看到不同人的哭是有 有若干程度的深淺 就是你看到情緒的激動程度是有不同的 那另一邊場就會是他相對上比較 是fine art一些 或者是有些叫做 Cyberpunk風格的畫作 這個畫展會在格子那邊舉行一個月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 那在我們錄音的今天下午 其實他已經跟Felix做了一個art dram 如果有在我們Facial Group的朋友 可能都看了 就是他們都是用一個 有點像聰夢的那個女角 用一個Cyberpunk風格 首先他們說之前已經勾了一個少女的輪廓出來 然後他們就即場在大家面前 就畫回他身後面一些噴射器的配件等等 補回他身體上的細節 但是如果現在大家去 所以現在你不能去 你明天他一開幕的時候 去到你見到的那張畫 和我今天見到的那張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他明天下午4點 是Man真會和Jack Lee 再完成了一幅畫的後半部分 其實他們是三位畫家撞出來的art dram 而完成了Man真和Jack的部分 阿Jack應該會再加多一點Flight Tune 或者可能會落色 到時候看看他最後自己當下的靈感 他怎樣做 我想看art dram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我今天看著他們在白紙畫出來 最初可能撩了噴射器的輪廓出來 那VX你見到他補了一些位置 好像搞定了 跟著他們畫一下身體 然後回去畫噴射器 慢慢慢慢你見到他們畫了一個很仔細的噴射器出來 就完全是 我覺得他們好像是精心設計過 但是明顯他們只是在那一刻突然想到 就補一點那補一點 慢慢慢慢砌出來 所以你見到他們的根底是很厚 之前是不是有在其他展覽上 我記得有玩過類似的東西 有的 因為他們之前在深水埗那裏 搞過一個沙發噴的展覽 那時不是在尖沙咀的場上 也有玩過類似的東西嗎 都是有Man真等 你說的佐敦 佐敦 Lego 也有 但那次Art Jam 那次不是Art Jam 那次是Man真自己一個畫了整張牆 好像是 Man真自己一個畫了整張牆 很懶惰的 也是 Man真明天就會去到現場 他們其實還設置了少許的 就是陰咎的Man真 看看他明天 他們畫完 就特意畫多一兩塊 跟他們本身畫的主題 無關的東西 看看Man真在那裏 就可以配合出來 考他 不是陰咎 他們是說陰咎的 我不信 真的這樣說 你畫了整塊東西 其實就是沒有陰的成分 除非Man真的視力是有問題的 如果不是的話就沒有問題的 不是陰的 但是他們是這樣 整個轉體到什麼時候 這個 我沒有記錯是4月30日 喔4月30日 真的剛剛是一個月 我要看一看不好意思 不是 4月2日至4月25日 25日 那時間是幾點呢 逢星期五六二日 及公眾假期1至7 是 我不是日日開的 我不是日日開的 他不是日日開的 隔節那裏 從來都不是日日開的 噢 你想想我們上次訪問 麥克風那些 你知道他不是日日開的 大致上這個畫展就是這樣 這本畫集 現場有得賣的 是一百九十塊 一百六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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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賄版是五百二十塊 我是一個用四百八十塊賣的 陷家產來的 因為早料價是四百八十塊 現場買是五百二十的 現場你如果很幸運 你去到的時候 如果Jakley住場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空白的手賄封面 然後給他自己畫 他也畫低了一批 你也可以在那裏選擇 即是兩本都買完了嗎 我為什麼會有兩本 他是包著的 外面包著一張 但是我們Studio的確有兩本 為什麼呢 Patreon的朋友 我會送給你們 大家看到的兩套 我右下角的兩套 Saila Moon的Postcard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一套五張 齊了五個 Saila Moon的主角 都是送給Patreon的朋友 他裏面有三套Postcard 其中一套是 Saila Moon的五張 另外有一些是他畫 其他普通少女 和Severpunk風格的女生 三套Postcard 買了Postcard全餐是390元 Postcard全餐 即是這個加這個 不不不 三套Postcard 這個是其中一套Postcard 這兩套是一樣的 不過他擺的次序不同 明白 本畫集和Postcard封面看到的 如果你看中了他的畫 都是可以現場去跟他們說 你有興趣想買 完展之後 他就可以交收 唯獨是有四張 是連畫集都沒有收錄 就是因為他是開展之前 那天 心血來潮畫出來 就是沒有杜狂之詩的女角 但是都可以賣的 不可以 那四張都不賣 也都不收錄 所以你不去看 是看不到的 你可能等他下次出畫集 也不可能 所以就是可能 至少這四張就是會場可以先看到 沒錯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是值得支持的 另外有一個跟醉貓仙的合作 出了一個 又不能叫做合作 醉貓仙是出檸檬茶酒的 醉檸茶 醉檸茶 因為牌子叫醉貓仙 那就是酒加檸檸茶的飲品 7%的酒精露誤度 然後他現場 其實我酒的時候只買了五支 就有玻璃瓶 那裏有Jack Lee畫了東西 那裏 這是什麼酒來的 就是檸檬茶加酒 加什麼酒 我不肯定 我不肯定 我買了兩支 你買完都不知道加什麼酒 我還沒喝 我買了 寫一瓶在外面 因為要喝 沒有特別看 這個有興趣的朋友 就快點去 明天都會繼續如常開幕 四點鐘就會有Man真和Jack Lee的Art Jam 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展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 走 講出吧 天妖還是想出港火母 那就講天妖 這個我必須要向Mivi那位朋友道歉 因為我們之前Mivi Group那邊 在我們的Group Chart裡面 那位朋友說他看完第一期天妖 就不想買下去 我回應他 大家聊天 我跟他說 如果用天妖元旗這本書的話 我會 雖然我還是沒有買書 但如果我買書的話 我起碼會買到機法出場 我會想看他怎樣寫亮主角的出場 出了 但為什麼我想跟他道歉呢 你其實真的很噁心 各位 你怎麼那麼噁心 我瘋子看都覺得不冷靜 那本書在門裡 如果那位評重給我水 勾了你買書的話 我實在很對不起 我只是覺得他出了 當然跟沒有出沒有分別 都只不過他在看 就是問天那邊的東西 那一開始他 其實今期第二期輸 機法戰的蝙蝠是比較重的 你真的覺得是 但問題是他出場是很流 他出場是完全沒有講過任何關於任何 我算蝙蝠份量 我算份量 你算數 所以純粹是 你們介紹一下故事 你說第二期 你說第二期 那本書呢 我還在看 我沒事了 不不不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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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是說有一幫趙國的皇帝 想找一個龍穴 但是那個龍穴 就是被一些魚妖的族群霸據了 有一幫所謂正道之師就去殺 想著殲滅那些妖怪 拿回那個龍穴 那殺的時候 就 上天就不知為何有一個奇怪的異象 就掉了機法下來 然後機法就暈倒了 那之後醒了之後 機法就看到那些所謂正道之師就殺了那些妖怪 就是幫一些妖怪手 就打 那 就 但是有奇怪的就是 那些正道人士就 發覺機法是身上有妖器 我也看不明白這裏 對 而且還在說那些妖 就是那些妖 就是那些妖 就是這些妖 已經是上千年 不是一整萬年才修行得到的妖力 那這裏我不明白的 那之後講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正道之師就 應該的功力 比機法處一下風 那去到這裏就完了 就跳過去問天那個場景 那上期就說 問天的手差一點被人斬 但是 就是問天那個契爺 就施了一些法術 就變成斬了那個 在賭方裏面的小妖 而之後就 混戰 其實都是 最後就 有一個 擾力更高的千變珠姬出來 就脅持了那個 問天的契爺 就是指使那個元武 然後又要跟他賭 好 如果問天輸了 就要做他們妖怪的士魂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正如剛才阿Sunny所說 或者我們私底下這樣說 之前就是說 既然本書叫做天妖元旗雙主角 一個是問天一個是機法 第一期你沒有機法 其實都有失望 而第二期 機法這樣出場 和這樣的 篇幅 我覺得第二期 就覺得很差 比上去 問天的角色 主角的氣氛 比例是比機法重 暫時我看都是 就算第二期的封面 因為他的封面安排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封面都是問天 封底才是機法來的 你可以說他是 揭開一個封面 那他是跨越封面來的 對 總感覺就是 問天從與機法都同意 所以 甚至乎其實如果 今時今日 我覺得他們要玩這些 你把問天和機法調位 應該是不算很困難的事 出兩個封面 那又沒有說不行 還有我其實覺得 今期第二期這個封面 如果作為創空的封面 我覺得是比上期那個利益 我覺得也是 他像是創空的封面 沒有那麼亂 還有我覺得目標很明確 就是問天機法天妖 很鮮明 你貫穿就是整個故事 就是這三件事 因為我們第一期看到的封面 雖然很大堆頭 但是後面可能有些是契弟 當然第一期的封面 有一點意外 就是 袁武上了封面 女角很少在第一期會上封面 其實 這個是 江陽明比較重的 港萬其中一個缺點 所以這個封面 都沒有了女角 當然 Track Room的朋友就說 Jason就說 如果天妖 不用問天機法 人物重新設定 都還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用問天機法 基本上不用看 反而覺得是 就是這樣說 他說現在他用問天 他們 但是人物性格不同了 其實我自己上個星期 雖然我都會繼續挑剔他一些 如果他在設定上有問題的位置 我都會繼續挑剔 但其實我上個星期回家想過之後 其實 如果我當他reboot神兵 神兵元期 reboot神兵元期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我會容易接受很多 讀者會容易接受很多 但是你要reboot這件事 或者要官方公佈 不是我interpret 我當他reboot 那他就是了 你不要那麼多意見 或者我會覺得 這一本的 雙主角 問天 甚至乎機法 都不是我們看開 這麼多年 角色的性格 雖然樣子 和名字 都是問天 但完全是 那種感覺就是 你見到他是熟悉的人 但完全是另一種感覺 但是可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問天的設定 其實是神兵元期之前的設定 如果性格上 會不會 不是那麼對 會合適一點 應該說 可以講得通 看看他之後怎麼繞 你去到尾 你繞到原來 他像我們認識的問天 那又沒有說不行 但有點難 我根本沒有期望過 我純粹 甚至乎 我會覺得 他們寫不到 一個有性格的角色出來 根本就不會接回以前 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的角色是沒有性格 但是 如果兩個 是比較問天 和機法 我會覺得 暫時問天 都還可以接受 因為 他小時候 都比較 調皮 只不過 設定上 你覺得 時間點不對 綠珠 武功 你如果 不要去執著 那些時間點 究竟那時候學了 那樣東西沒有 究竟那時候有沒有 那樣東西沒有 他在那個 並格表現出來 或者跟人的相處 都是我們那時候 看的那個 但機法出來 就很奇怪 不知道什麼事 突然間掉下來 突然間又打了 又打了一輪 我就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這個就是機法 你要追的原因 因為機法是改了setting 他跟橋橋有關係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機法 跟平時我們看開 看到那個 天子機法 天子一的機法 無論去到 我當你忠厚 現在他有這個身軀 是不接是有原因 你見到他 你見到他一落 就是在那個 水龍卷裡一跌下來之後 他的樣子是不同了的 就是想 表現他 現在的 精神狀態 不健全 我理解萬記所說的 所以譬如剛才阿曼提到 他說 為什麼機法身上會有妖氣 這應該是一條伏線 就是他其實要引你去追的位置 但我覺得他也是表現得不好的 但我都覺得他是一個 我們要追控的位置 到底機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我自己如果這樣看 雖然他沒有說 到底機法條線發生 和民天他們現在經歷的 到底那個時間 先後到底是怎樣的 但我有一個 其實 我有一個擔憂的地方 是機法他正在用的是 先田軍宮 和運天保鑑 而運天保鑑 他出到去 電倉海 出到第七層了 那到底 民天和他的實力 差距中間這個問題 他如何去平衡 我不挑戰你 到底民天 會不會勁得到 神兵一之前那個 我當你再重新過 你可以怎樣寫都可以 但是 怎樣去推民天上去 他用什麼去推他上去 他不勁得到 他不勁就行了 沒有說民天一定要勁的 雙主角就是 民天氣氛多大肺 然後機法氣氛少大勁 所以他負責出來打大佬 沒有問題 一個是武力 一個是其他東西 卡洛斯 是不是卡洛斯 和奇玉的關係 是嗎 傑洛斯 傑洛斯 但是兩個都厲害 其實 傑洛斯是賣不到尾 他的對手太厲害了 我意思是民天不一定要厲害 我懷疑他不會記得 但他寫一寫一下就會厲害了 自然就會厲害了 不過今期貫徹 他就很有肉狼味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頁就已經介紹昆倫敦道 那兩個 孟倫老組 對孟倫老組 還有他的兒子雷風 雷公子 風公子 風公子 然後我們 也不明白為何雷 我們咪前也有招呼過 就覺得 為什麼又要這樣介紹呢 其實這些關係 你其實拿一些劇情 既然他都一同一齊出場 然後 好像 新年之前的麥克風說 其實 風公子 只要在劇情說一句 爹 等我來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是老組的兒子 又不用等一等 一半格 大大格 然後告訴你 雷風就是哪個兒子 今年就30歲了 又怎樣怎樣怎樣 下面又有三個堂主 又叫什麼名 不用每一刻都是這樣 永濟都是這樣 這些是肉狼味 我們不是說 很有肉狼味 開球 這本東西 其實是很沉 每個人的關係都可以很清楚 你一行字 跟你解釋清楚 是怎樣來的 頭那兩版很悶 我看完頭那兩頁 我已經有些想還一本書 給DK 我可以不要再看這些 你沒有拖牌的 你就還給他 你再借過 你反而要再看一次 看完才算是怎樣 還了就再借過 我就是不想弄到大家這麼麻煩 所以就叫他 還有這次 有個地方有一些筆 他們把整本書分了 不知道第幾章 第幾章 第一期就是頭一二章 第三期到第四頁 就已經第三章 然後站在中間 突然間看到 咦 第五章 是沒有了第四章 那為什麼第四章是哪裡來的 我最初看的時候 就以為我自己看漏了 我再回頭 續頁好像慢慢地揭回 看看會不會我漏了 我發現原來真的沒有 我還有些擔心會不會 我還是看不到 我再問問Tunny 是不是沒有了第四章 好像新樓一樣 沒有四樓 沒有十三樓 你說得好像理所當然 現在的新樓是理所當然的 不是的 但漫畫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那就是創新 不守舊 黃先生 他當然是有些新東西給你看看 可能第四章 收起來之後再出本書 外傳 是嗎 就是天妖元期第四章 我也是 對啦 你這麼說就是天妖元期沒有第四集 一跳就跳到第五集 不知道 不知道 到時你去到第五集 你看下個禮拜就知道 看後遇過就知道 下期第三期 你看第三期後遇過就知道 再下期是第四還是第五 可能黃先生用一個新的畫法 你不要以為一二三四五是順著的 可能他之後第三期寫回第四章給你 這樣自己砌出來的故事 那這個是500dayofsummer的寫法來的 將一些時間跟Summer拍拖的時間 跳來跳去跳去跳去 可能是 你不知道的 聽眾啊 小祖孫華 回答你的問題 阿運天什麼時候會厲害呢 跌輸的時候就會厲害了 我怕跌輸的時候沒有時間給他厲害 我怕天妖跌輸厲害的是冬夜虎 出來威威可以 上期不是說三月之後會有第七 第二季 第四輯第二季 第四輯第二季 數字越來越長 現在是龍虎五四三二 這樣吧 後面又有個新角色出現 千變朱基 好笑的 說他抓住了元寶 然後就說 你們這對 對著阿運天說 你們這對可說真是金銅玉女 男的又英俊挺拔 女的又嬌翹圓潤 吃了後 說不定會增加一兩百年的妖力 我就很出奇 你 你要吃什麼會增加功力 你不是很好吃 這些人 本身都會有武功底子 或者有些特別的東西 原來只要吃那些帥仔美女 就可以增加功力 其實不太難 怪不知你這麼容易 就有個五百年的妖 那裡又有個千年的妖 這樣走大出來 原來只不過是 顏值高不高 他會增加功力 我看這裡覺得很奇怪 賣相很重要 上碟的下賣相不好吃不下 對 隨便吃一個十七歲 就增加一百年的功力 但是我會吃得開胃一點 我上個禮拜講的時候 我都不想起 這個問題 我都跟幾個讀者朋友都討論過 就是 因為他上期說 敏天殺的妖怪 有三百年的收回 我突然想起 沿天邪帝 破風而出 擁有140年功力 舉世無失 他有三百年 但是被敏天打死了 當然馬上就被我的朋友吊賊我 連韻三百年不等於他一定厲害 我說 沒問題的 三百年不一定比140年厲害 是沒問題的 可以的 但是你這個指標有什麼 就是你這個數量 有什麼指標性可言 後來我就解讀了給你 你可以說的 阿健曼記得說 那你 人的功力和妖的擾力的單位是不一樣的 對 我對他說 人又人那媽 你擾力 你所謂的收回和功力是不同的 等於 你有100元一毛錢 不代表我有100元一元 你是會比我厲害 我現在覺得天妖元期裏面 我突然明白龍虎五世要什麼尊神 登峰 那些 他把戰力統一 現在很大問題 到底50年功力和400年身為 到底誰比較厲害 大家又會跌入金鐘罩十二關隊 從來都有這個疑問 他是直到肥良將他同一了 數值化 同一了 現在王先生是用這個差異去做 都沒有說不行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令到我看得很混亂 你不是更加想追看 究竟他們兩個哪個厲害一點 你很想他們打一場 如果好像肥良那些 我都明白大家 一個九十一個八十 我不看你打 我知道誰贏 現在不是 怎樣都要打一場才知道 你會追向 都要的 肥良那裡都有 他都有意識性強 還有有完全境界 差不多了吧 還有我們今期有一個很按鈕的位置 袁武將文天變成另一個 和肥仔換了位子 被人斬鬍 肥仔 那你直接把不命雷 和雞弟換位 為何要搞這麼多文天走出來 好我和你打一場 贏了的 我贏的你放 不是 他換錯了他直接換不命雷 那就斬了一把雙手 那就無數了 整件事就搞定了 我還你的手給你 但不應該換錯了旁邊的琉鑼 你還那隻手 沒事了 可以走了 就沒事了 既然袁武你都可以換得 為何上期要搞這麼多東西 又開賭局 你可不可以 我想到了 袁武的能力 可能只是人妖兌換 就不能人人兌換 那你北冥雷和文天是兌換不到的 那你不是把北冥雷和你身邊的企弟調換 換多次 換多次就可以了 不是 不是 他講到他只可以換一次 換一次又要帶很多東西 兌換很多法力 對 他法力做不到兩次 應該說 但我覺得那個賭方的主人叫什麼 曼洛 好是按鈎的 曼洛是 那個故事說什麼 是曼洛斬完之後 要舔一把刀 然後發覺 咦 這麼油的 天知道 雷不是砍 雷不是問天 你明明 問天是在前面 你張開眼睛就看到 等著要舔完 才知道你砍完那個不是問天 不是 其實你說 那個什麼 袁武為何要換問天 因為那個是乾兒子 他是乾爺 要保住乾兒子 即是本來本來是打算有他死的 是啊 那本來是關我鬼事嗎 還有在這段戲 看今期書你就會發現 詩迪真的很聰明 跟上次今天 你現在才發覺 跟上次今天 二哥同工之妙 我知了很多年 今年那次詩迪沒有看的情況下 猜到他沉淋了 你明白嗎 原來他以後都看不起你 不是 今天才知道你 你不是很聰明 再一次認證 因為上次講慢樂的時候 詩迪有提過慢樂珠 今期你都發覺他真的是知珠 所以他就有個珠機拿來 真是慢樂珠機 詩迪真的很聰明 詩迪啊 其實是否你去了編 本書 我不知道 詩迪不用 他沒有看過今天 他都知道我把那個沉淋到湖底 來消滅證據 管慢樂珠這些 我們應該 我應該上個禮拜 對詩迪充滿信心 一定會出 如果詩迪走去編 那就證明不到他聰明 這件事 不是他編 他也猜到 才叫聰明 詩迪不去編就是最聰明的 那件事 哈哈哈哈 即是走去編劇那些 就是狠狠 最狠狠 超級狠狠 還有其他部分 大致上 最後想提一提今期Miu的封面 Miu那本雜誌的封面 我也拍了一張照片 不要緊 我也是提到封面 因為封面其實就是馮展鵬的作品 他負責畫今期的封面 因為其實Miu現在轉型 做一個專題式的雜誌 你說提一提的封面 你又說內容 口是心非 今期是以籃球作為他的重點 所以有馮展鵬 裡面也有喬大同馮展鵬的訪問 跑攻籃球 有興趣的朋友就買來支持一下 志高好像昨天出去也還有 因為今天出去的時候 我正在收拾貨 看不到還有沒有 志高買的話 可能還會買得到馮展簽名版的Miu 有興趣的朋友就支持一下 好 節目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回來 就是我們今晚 又是沒有題目的台慶夜 到時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